做到做到 上次答应这个八一球迷的三件事情 一定会说到 一定会做到 好球 开场之后 冯天威的状态 调动得很快 冯天威 自从上一场之后 我们感觉到 几年前 那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冯天威 好像回来了 范思琪现在在双方的相职当中 无畏失误还是有点多 范思琪是1998年出生 诶 冯天威 这个球我还以为是个擦边球 在现场看 在现场看有时候 还是不如在我们这个 画面上看更清晰 范思琪现在 在遇到机会球的时候 出手还是有一些犹豫 刚才在正手的一个高球 那个球有点不规则 其实范思琪如果说 注意力集中的话 那个球是完全有机会上手的 开局以后冯天威的运气也是不错 一个擦网球 有一位球迷说 迷书留下你的微博吧 我现在微博正在开通中 一定会给我们的球迷留下我的微博 双方现在 在反手相持的时候 速度都很快 范思琪这名小将 也是一个速度型的选手 我们看开局之后 冯天威的发球 一直都是在 以正所谓的短球为主 逆旋转 连续的两个擦网 还是 好球 冯天威的一板 逆旋转的特上悬罚球 范思琪也是判断的很准 挑胆 但是冯天威正手护台的 意识非常好 好球 范思琪现在 状态已经逐渐的调整出来了 刚才冯天威的落点 打得有一点单一 川思琪的一板 发球得分 现在双方是5比6 冯天威领先1分 出手越来越果断 也越来越硬朗了 冯天威现在 我们看他上场之后 整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平稳 球的质量 一般大多数都是一些中性球 范思琪是举手失忆 这个球擦冷了 出发 范思琪的远台防守能力 真的很强 刚才有位球连在说 蒋真 小猪打韩盈真的是揪心 但是我印象中那场比赛的 大比分还是一边倒的 因为朱宇玲打小球 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中手强 现在我们看 范思琪的这个 球的杀伤力 现在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完全出质量 球的杀伤还不是很高 所以说也给了范思琪 很多的这个防守 以及回合球的机会 特上 我们看范思琪目前来说 还并没有进入到一个 比较好的竞技状态当中 因为看他的出手节奏 明显有点 有点等 出手还不是很顺畅 白短又高了 被范思琪正手一般卷 现在范思琪 后来者居上 9比7领先 有一个球迷朋友说 小猪的正手没那么强 但是比较稳 这个也是说的 很在点上 发力板不转球 范思琪现在 越打越硬了 越打 10比7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加油 哦 冯贤威还是经验非常老道 范思琪的这般反手拧呢 出现了一个擦网 改变了节奏 但是冯贤威 经过脚下的一个调整之后啊 凭借一个优秀运员非常好的一个第二反应 正手拉得分 8比10 8比10 好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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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天飞现在在相职当中啊 他基本都是 在不停的变换落点 基本都是正手 正手一下反手一下啊 都是给对手 两边不同的落点 我们看翻不及 变了一个下蹲法球 这个球 冯贤威在揭发球上处理的还是很好 但是 他在之后的相职当中 表现得更出色 出手更硬朗 更果断啊 在鲁能的 今年的这个比赛当中呢 可以说他们的这个 一个拿分的这个bug 就是主要是靠朱玉琳 然后另一个拿分点呢 是他们的双打组合 他们的双打组合 李小丹和顾玉婷 而这个今天上场的小将 范思琪 加油 冯贤威 加油 冯贤威 加油 好 感谢大家的配合 嗯 球迷朋友有没有听到 我今天的解说当中 周围的现场声 非常的清晰呢 因为我现在就在 现场的看台之上 在为我们的球迷朋友 来解说这场比赛 所以说当那个现场 甲油声 喊起来的时候 鼓声敲起来的时候 我当时觉得 我的声音完全被盖住了 在今年的这个联赛当中 鲁能主要是靠范思琪和 和孤若晨这两个小将 他们一般会在一些 在和对手实力比较接近 或者说是 有一些悬念性的比赛当中 他们一般都会派出 范思琪或者是顾若晨 来冲击一下 对手的第一主力 虽然说这两位小将 在本次平潮当中 战绩并不出色 两位小将 出场大概都是四到五次 只赢了一次 但是他们每一次出场 对于对方第一主力的冲击 还是给我们留下了 很深刻的印象 反而是山东鲁能在遇到说 一些比较 他们心中比较有数的 一种对阵的时候 他们排的这个对阵 就基本上是不变的 就是朱宇玲第一单打 负责冲击两分 然后李小丹和顾玉婷的 这个双打呢 负责一分 然后李小丹呢 还会尖一场单打 有时候这个顾玉婷 也会尖一场单打 今天我们看 把范思琪排到 也就是说第二单打的位置 来直接冲冲天威 也是鲁能队 一个非常动心思的 一个排名部阵 有一位球医朋友说 小猪内战厉害了 其实我们小猪外战 外战也很厉害 内战内行 外战也内行 好球 我们看冲天威的 刚才这个球 有一个非常好的战术变化 发球上发出一个 半冲台球 到范思琪的正手位 让范思琪先拉起来 然后冲天威 直接反冲上拳球 这个战术比较好 现在有个球迷 在讨论起了 范思琪和冲天威 谁更像郭月 今天范思琪 这个下选 无论是短下选 还是这种极长的下选 给冲天威 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危险 冲天威已经吃了两个了 范思琪 赢下了第一局之后 第二局打得毫不保守 没有丝毫的手软 这个球就算好了要拨杀 可惜是没有打到 有一位球迷朋友在问 第一局是冲天威赢了吗 第一局是冲天威 在开局领先的情况下 被范思琪反超 现在是范思琪 大比分 1比0领先 现在双方在第二局 4比3 冲天威还领先1分 冲天威又是一个 非常好的发球变化 他之前一直是在发 范思琪的正式围短球 这回这板突然到了 反手的小三角而且是个不转球 孔天威的这本发球接发球不错 一个轻调 一本轻调 范思琪也是没有想到 冲天威还是要注意范思琪的这种搏杀球 范思琪现在第一局获胜之后 第二局有意识地开始增强了搏杀 有一局垫底 第二局如果在搏杀 在打中阴队的话 对冲天威的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冲天威现在正手抢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落点了 现在冲天威正手的地板上手 都是去的范思琪的正手位 但是范思琪的现在正手防守的感觉很好 上拳 这板球被范思琪的一板 侧身搏杀给等到了 有一位球迷朋友说怀念郭月打球 实在是天台上的 而且郭月的打反真的是女子技术 男性化的一个代表 在归月之后我们似乎再也看不到这种 女子里非常男性化的 今天冲天威的运气还是不错 在相处当中已经出现了两到三个的插网 现在双方打成了7比7 我们看范思琪这个发球的变化也比较多 刚才关键的时候又发了一板下蹲的发球 有位球迷刚才说小霞也是男性化 但是郭月那个时候 在主动运用正手的这个概率上 跟男子选手更相近 而且郭月在使用这个正手的方式上 也跟男的选手更相近 而李小霞呢还是一个可以说 两面比较均衡的一个选手 李小霞比较像 如果说他有男性化的地方 就是他的球的质量比较高 有一位球迷在跟我说说 迷书计分牌错了 计分牌错了 哦 的确的确的确 我在这儿纠正一下 在这里纠正一下 第一局是范思琪获胜 现在是范思琪第一比何比领线 第二局呢 现在在小分上 也依然是范思琪 八比七领线 彭天威 在第一局比赛当中 就遭遇了小将一个 非常强烈的一个挑战和冲击 所以说主动选择了暂停 我们看在暂停之后 同年会会有哪些调整 有位球迷在问我 说今年的冲超总比赛 是不是在安山 冲天威连续地给对方的正手 但是范思琪显然是对这条线路 有准备 刚才冲天威那个重复落点 我觉得压得非常的好 但是居然被范思琪去反拉了 范思琪又是下蹲 又是下蹲的 又是下蹲的踝踏 现在对冲天威来说 比赛有一些建议 比赛有一些建议 冲天威在发比赛落后的情况下 也是大胆地采取了一个拨杀战术 发长的 然后侧身反冲 这个球失误了 现在范思琪取得了2比0的领先 两局的比分都是11比8 看来我们今天看了比赛的一些球迷 都是一些很资深 很铁杆的球迷 我经常会在转播的 81的比赛的时候 在聊天室里看到 其中某几个球迷熟悉的名字 那么下周六 81的主场比赛呢 我也会去到81的主场 去来现场来解说这场比赛 不知道能不能在81的主场 看到 看到我们这个 在聊天室里和我 沟通和交流的 81球迷呢 喜欢的话就请拿出你们最不有激情的声音来为他加油好吗 王天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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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有一位球迷朋友马上给了我回答 说可以 我的叔叔 看来这位球迷朋友 81的球迷 就是在大连吗 你经常会到主场去看81队的比赛 米叔 81现场 我会去看 那咱们可以见面了 现在 我们回到这场比赛 范思琪是 越打越封啊 上来就是一个 接发球的这种挑打 现在范思琪对冯天威的发球变化 也盯得很准 这两板冯天威一板是一个侧上 第二板是个不转球 直接两板球都被范思琪给挑了 一个擦网球 赢回了一板 希望这个擦网球可以成为 范思琪的一个转折 范思琪失误了 我们看到 在现场看到这个 鲁能的球员席上 范思琪每得一板 教练和球员 都是起力为范思琪来鼓掌 因为这场球 这场球 对双方今天的这个比赛 开场很重要 如果说范思琪拿下了范思琪 那么他在冲击朱玉灵的时候 就会镜头更足 心心也会更足 而如果范思琪拼掉了彭天威 那么对于鲁能来说 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对于他们今天客场 这场比赛 就会打得更顺一些 鲁能现在是和武汉安心百分百 以及山东骑路交通 并列联赛的第一名 所以说我们的常规赛 还剩下四轮 所以说每一场的胜利 对于鲁能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鲁能队 在对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鲁能也是非常的重视 看思琪在这般反手挂起来之后 正手就把人甩漂亮了 直接是拉穿了 加油 加油 有位前面在跟我说 八一女队 民书你也去呗 期待 由于民书现在还没有转播 这个八一女队的这个比赛 所以说八一女队的这个主场 民书可能应该是去不了的 王天文 加油 王天文 加油 上司机现在是越打越作戏啊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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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先发力的情况下 范思琪现在 反手也是发力的反辣 这个就是能看出这个球员 现在他这个 状态出来了 而且自信心现在很足 好的 非常高兴在今天来解说 沃尔多斯和鲁能的这场女子的比赛当中遇到了这么多八一的球迷啊 和八一球迷现在真的是 真的是老相识了啊 而且对 刚才延续我们刚才的话题 这场的球迷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再一次为 王天文 加油 上一次在 解说八一的民态当中 王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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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 谢谢大家 我又被现场的这个加油声和欢呼声给震撼到了 一时失声 对 上次在解说八一的比赛当中 答应球迷的三件事一定都会做啊 开微博 然后加入这个周宇的球迷会 还有一点呢 是看一下八一的这个 八一有情随随的这个MV 我不单看了 而且我还非常 想在下一场八一有情随随的 没在之前 来播放 这个八一有情随随的 这位刚才一位网友说 民主八一有情随随意用 请问你是视频的作者吗 哎呀 范思琪上来之后 这时候一板正手的切长啊 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变化效果 冯天文直接是拉球下网了 好球 我们看冯天文遇到这种意外球的时候 他的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 范思琪的两个擦网之后 冯天文正手的抢冲都冲到了 下蹲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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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为帅先测身 刚刚老冯那个球帅气 好球 董天威在局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 真的是扛住了 刚才在那个反手七八板的一个相职当中 我发现在现场看比赛 就是和在演播室看比赛最大的不同 就是现场看比赛更紧张 刚才双方在反手断的相职当中 真的是不敢说话了 因为生怕 生怕这个 你一喘气 可能这个球不知道谁就输 漂亮 董天威关键时候 还是表现中的一个老将 以及世界冠军的一个经验 连续两板发球直接得分 这两板发球都很赚 随着冯天威这局比赛的反败为胜 在第三局当中的反败为胜 现场的气氛已经被燃爆了 我在现场 我的周围都是鼓声 欢呼声 掌声 刚才观众席压抑了很久的 那个气氛 现在突然间 都是一片欢声笑语 有些球迷也在为 冯天威加油 乐乐加油 希望 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心态上的调整 观众朋友们 我请到了南南南台台这边的关键 各情的欢呼声 让我们再一次为冯天威加油 冯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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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哦 刚才那位网友叫青玉白 他说他就是周宇视频组的 八一友情岁月的这个视频 随便用 OK OK 好的 那我们将在下一场 八一主场的这个 转播之前 我们的赛前部分 我们将会 为我们观看比赛的 没有说你来送上八一友情岁月 这个赛前的MV 还有球迷在说 民书八一对位小的比赛 到现场解说吧 这场比赛是在我们解说计划之内的 但是如果说 我们先来看比赛 因为冯天威刚上了之后 第三局 拿回了之后 显然整个人的气场非常不一样 好 球 冯天威在前两局当中 打得虽然比较稳 但是说实话 球的质量一直没有出来 而范思奇 显然对这个 这个小将的 基本功相当不错 而且很有拼劲 他在接这种冯天威 在接冯天威一般质量来球的时候 范思奇 顶得非常好 刚才冯天威 形成了一个正手的连续拉 但是可惜了 好球 一位球迷跟我说 冯天威现在开始喊起来了 冯天威也开始喊起来了 的确今天冯天威刚开始上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 我们看 冯天威目前他这个场上的状态就是 就是下手更坚决 更坚决更果断了 前两局他这总是有些瞄球 有些等球 手总是在这架着 出手节奏还是有点慢 不错 好球 刚才这个球冯天威不容易啊 30岁的老将 其实是有点痴狂了 但是 一个扑正手 冯天威正手反了 但是这个球范思奇 拧得很转 手的球迷 我们的恶尔多斯球迷开始兴奋地说 逆转好戏要开始了 我们看这个小将就是这样啊 在他打顺的时候 什么球都有 但是有时候打逆风球的时候 失误就会多一些 请拉 哎 冯天威的节奏处理得好 范思奇是连续的快压 在调动冯天威的这个正反手的两个落点 但是 冯天威在对方出来速度的情况下 正手 拉了把慢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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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现场观众的那个 那海声又到了一个 加油声又到了一个高分辈 不赚球 哎 哎呀 这种球 这种球冯天威要小心了 就是冯天威这种 发抢的机会还是很多 但是 只要这个冯天威这个 落点啊 到了这个范思奇的正手的话 范思奇接的都不错 那位穷迷说 乐乐稳住 哎呀 吃了一个 这是一本侧上的变化 冯天威 判断失误了 加油 加油 好球 加油 加油 冯天威这种 这把凡手旗下旋相当有质量 给了满豆会有质量 哦 好球 冯天威在三四局当中 真是表现出了一个老将 应该有的一切啊 关键时候的镇定 在对方打出这种连续的 快压节奏的这种球的时候 节奏转换的时候的稳健 以及在这种不利情况下的逆转的这种霸气 厉害了这个变线 快速的变线 嗯 而且这个变线是冯天威先在范思奇变到他正手之后 他正手是先用两板慢拉先做了一个调整 把这个节奏给 把这个节奏给稳定下来之后突然变了满正手 有学生谈的现在 但是七分之 我相信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所有的风呼声音要比我一个人拿话法的声音要高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为冯天威 有很多的球迷朋友在跟我说 17号 要考英语六级 冯天威 冯天威 好的 谢谢大家 很多球迷都说要考英语六级啊 可能没法看到17号的比赛了 这个没有关系啊 我们以后看球的这个很多 但是 能这个考六级的机会 还是相对要少啊 还是劝这些上学的冯天朋友们啊 且考且珍惜吧 对 有一个球迷朋友说 既然那个八一的比赛和魏乔的比赛在我们 在我们的转播计划之内 那就主场见 但是我没了 我还没说但是啊 但是我还是先保留一下 我们还是先来看这场比赛 双方的抢气大战 尤其在现场能感受到气氛还是很揪心 完了 哎呀 现在 运气 在第七 第五局的抢气比赛中 运气这个 范斯奇的运气球也开始出现了 擦了个死网 现在二比零 好球 好球 你看范斯奇现在的战术啊 还是力度于薄 上手呢 起下旋那个板非常硬朗 而且有机会准备测身 但冯天威刚才的节奏不错 下蹲 范斯奇先加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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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天威现在是 先稳住 然后再寻找机会 我们看到底是 年轻的小将 能冲击成功 还是老将能够 这球 范斯奇打完之后 也是白了白了 范斯奇这个球 其实它是 有一个明显的站中变化 就是发长的 发长的之后 抢对方的这个上选 但是范斯奇这本正手拉 质量比较高 顶住了 这场比赛真的是打的是一波三折 范斯奇2比0领先 然后第三局呢 又是开局 甚至到中局段 都是领先 但是冯天威 虽然是声声地把这个球 给逆转了 然后拿下两局 但是到第四局呢 第五局之后 现在就是 范斯奇 4比3领先 加油 每天那阵台 在2比4落后2分的不利情况下 反手那一板 那一板 反思还是非常的硬朗 很转 落点也很深 范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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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刚念完一个球迷的留言 范范范范范这本发球就立功了 又是一个侧上 范范范范范范加油 范范范加油 有冯天威在那乐乐反击了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决胜局当中战胜了冯天威 为山东鲁能队今天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开门红 这场球可以说对冯天威来说也非常的可惜 在0比2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第三局非常不利的情况下 能够顽强地搬成2比2平 展现了一个老将非常 无论是技术上还是战书上心理上 一个老将应有的特质 但是在最后的抢击比赛中输掉了 真的是非常可惜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范思琪 这个18岁的小将身上有的那股非常 非常好的爆发力和冲击力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费